好的各位学员各位同行们 经过一段基础时间的基础课程的学习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学习冲刺课程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 女性生日系统的解剖 好那我们在前期的基础部分啊 通过题我们通过题呢来 来这个什么呢来带领大家的强化一些重要的知识点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题啊 手术的时候识别疏软管的标志 识别疏软管的标志 好那么在这些选项里边啊 那我们说识别疏软管的标志 是找疏软管最外侧端的疏软管的散步 是手术的时候识别疏软管的标志 所以这个答案我们要选 A 好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解析 因为在解剖上 疏软管呢 从外向内 最外侧端的是散步 那么散步呢是开口与辅腔 那我们知道它的功能呢是具有使卵的作用 那么是手术的时候呢识别疏软管的重要标志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啊临床上寻找卵巢血管的标志 那我们知道卵巢的血管 进出卵巢的结构叫什么呢 叫做卵巢门 叫卵巢门 所以呢这个答案我们就可以一眼识别出来 是选哪一个呢 是不是要选B选项 好那么其中呢 这个卵巢的动静脉 首先是经过卵巢的旋刃带 穿行于卵巢的旋刃带中 最后经过卵巢门 出卵巢 所以寻找卵巢血管的标志 那我们就是选卵巢的旋刃带和卵巢门 其中我们知道卵巢的旋刃带呢 是将卵巢固定在盆壁上的一个韧带 那么卵巢呢就像一个鞦韆一样 它两边有两个韧带和子宫相连的韧带 叫卵巢固有韧带 那和骨盆侧笔相连的叫卵巢的旋韧带 也叫骨盆漏斗韧带 所以这个答案呢我们就选B 我们就选B 好那么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图 再加深一下印象 这我们看到的一个是吧 卵巢啊 解放上的卵巢呢 好 它的内侧啊 和子宫相连 这个韧带叫卵巢的固有韧带 它的外侧和骨盆的侧臂相连 那我们叫做卵巢的旋韧带 也叫什么呢 也叫做骨盆漏斗韧带 那么在卵巢的动静外穿行于卵巢的旋韧带里边 最后经过卵巢门进入卵巢 所以这个答案我们就选B 好 那么再看第三题 下面哪一项损伤和子宫的脱锤发生没有关系 那么说我们知道解剖上固定子宫的韧带有四对 那么子宫的脱锤肯定和这四对韧带的发生 四对韧带是有关系的 四对韧带的损伤 那么主韧带是吧 固定子宫的韧带有主韧带 有子宫底韧带 宫底韧带 阔韧带 当然呢 还有呢 这个远韧带也是和子宫固定子宫的韧带 那么这些呢 都和子宫的脱锤发生是有关系的 另外呢 在骨盆底啊 骨盆底里边重要的部分就是钢体积 它是成多盆腔所盆腔脏器的一个重要结构 那么钢体积的损伤也会导致子宫的脱锤 所以这个题呢 就是和子宫脱锤无关的一定是 是不是选亿啊 那么卵巢的固有韧带呢 是固定卵巢的一个韧带啊 连接卵巢的韧带 所以这个答案我们要选亿 然后要选亿 好 那么这个图呢 帮我们加深一下印象啊 那么说在解剖上啊 与子宫固定子宫的韧带总共有四对啊 这一对韧带 这是我们基础班已经卷过的 那么就是从这个公角发出来的 是吧 哎 然后呢 沿着骨盆侧币 最后中止于大阴唇前端 我们叫远韧带 是保持子宫的前倾位 保持前倾位的 好 那么在宫颈的两侧 连接宫颈与骨盆侧币的 我们叫做主韧带啊 这是防止子宫脱锤的一个最主要的韧带 好 那么在子宫体的两侧 还有呢 就是覆盖的子宫表面的僵膜 形成的这个什么扩韧带 啊 扩韧带 好 啊 那么这些呢 都是防止子宫脱锤的韧带啊 那么固定卵巢的韧带 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那边啊 和子宫相连的是固有韧带 那么向外边啊 移形的是骨盆漏斗韧带 这是固定卵巢的 好 接下来啊 那我们看下一题 好 说这个女性呢 要做一个右侧浮件切除 需要切断的组织啊 那我们说解剖上的浮件 包括了舒卵管和卵巢 也就是这位女性要做 右侧舒卵管和卵巢的切除 需要切断哪些啊 那么根据我们所学的这个解剖知识 要切掉卵巢 首先固定卵巢的两边的两个韧带 一个是卵巢的固有韧带 另外一个是啊 这个右侧的骨盆漏斗韧带 这是与卵巢相连两个韧带肯定要切断啊 另外呢 那么切断舒卵管的话 一般我们切断的位置是在舒卵管的峡部 也就是相当于舒卵管管境最狭窄的地方 把它切断 所以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题的最佳答案 那我们就是要选A 要选A 啊那就是要想一想 那么固定卵巢的和卵巢相连的两个韧带 要把它切断啊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切断的舒卵管的位置是在舒卵管的峡部 所以这个最佳答案呢 我们就要选A 好 那么看看B选项啊 那么说圆韧带 是吧 圆韧带呢 本身呢 它是和子宫相连的 这是从公角发展保持子宫前倾的 那么在伏件切除的时候 肯定是不需要切断的 好 C选项呢 好 那么只切断了固定和卵巢相连的两个韧带 那么因为做伏件切除 还要切断舒卵管 所以这个C选项说的不完整 好 E选项啊 E选项呢 那么这里也说的不完整啊 那么卵巢和卵巢相连的两个韧带都要切断 这里只说了一个 所以正确答案我们就选到了A 好 这个图片可以让我们更加的直观认识 是吧 在这里切下去 那么要把卵巢切掉的话 固定卵巢的两个韧带啊 和子宫相连的叫固有韧带 和骨盆相连的叫做骨盆漏洞韧带都要切断 另外呢 要切断舒卵管的下部 所以呢 大家就选A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题啊 描述的是关于阴道正确的事 好 那我们来看A选项 阴道的上端 包扰的是宫颈 下端呢是开口与阴道前庭的后部啊 阴道前庭的前部是尿道口 所以A选项啊 后半句说错了 那就不对了 好 B选项我们来看一下 阴道的B啊 极有粘膜和弹力纤维构成吗 错了啊 那么还有中间的基层 所以B选项也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C选项啊 后勤能的顶端 与子宫直肠线凹贴近 啊 那么这个子宫直肠线凹呢 是腹腔的最低部分 啊 这个是对的啊 所以临床上当这个 有腹腔盆腔脏器的内出血 或者肌液的时候 最先留到的位置是子宫直肠线凹 好 所以C选项说的是正确的 啊 那我们看一下B选项 说阴道的后臂短于前臂吗 不是 阴道是前臂短 后臂长 啊 上边宽下边短 上宽下窄前短后长 所以D选项错了啊 那么看看啊 E选项 阴道的黏膜又负层磷段 上皮细胞所覆盖 这句话说的前半句是对的 有没有线体呢 没有线体啊 所以E选项也不对 这样的话呢 那么对于这个题的答案 我们就选C C选项说的是最正确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图来加深一下印象 这是我们啊 通过时装切看到了啊 这个这是阴道 是吧 啊 那么阴道呢 我们说它是前臂短后臂长 好 那么阴道呢 后穷龙 后穷龙啊 与子宫之上线凹呢 哎 他的顶端和子宫之上线凹呢 很接近 那么子宫之上线凹是盆腐腔的啊 盆腔的最低位 这个是对的啊 阴道的上端是包扰了宫颈形成的结构 叫做穷龙啊 阴道的上宽下窄 那么阴道的黏膜是一个负层粒毛上体 但是它没有线体啊 没有线体 那么阴道的开口呢 是开口于阴道前庭的后端 好 下面我们看第六题 说成年妇女子宫形态啊 问的是成年妇女子宫形态的特征 正确的是啊 那我们再做这种 像这种 这就是我们考试过程中的A型选择题 A型选择题呢 那么现在很多考的都是描述性考题 就是问正确或不正确 所以做题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好 那么来看一下 他问正确的是啊 成年妇女的公体和公井 成年的女性 那么子宫呢 已经发育成熟 要孕育胎儿 所以公体占的比例是2 公井占1 所以A选项说错了 那么公腔的容量呢 在飞运期呢 不是8毫升 是多少呢 还记得吗 前面讲的是5毫升 我们说子宫和5有关 好 5毫升 好 C选项说子宫的长是7到8 宽 4到5公分 厚2到3公分 这个大家还有印象吗 这个之前我们讲过的 子宫呢是长宽厚 7 8 4 5 2 3 没有6 所以C选项说的是正确的 那么D选项说飞运期的这个子宫的重量是80克吗 不是 基本上我们说是一两肉 也就是50到70克 所以D选项说的也不对 好 一选项说子宫的上部叫下部稍窄 子宫是倒置的离形 所以它是上部宽 上端宽大 下部稍窄 所以这个一选项也说错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题的正确答案 我们用排除法来选的话 那就是选的是C选项 C选项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答案的解析 是吧 我们看 这个子宫呢是一个倒置的离形 所以宫腔也是个倒置的三角形 因此子宫是上半部宽 下半部变窄了 好 那么重量是50到70克 好 子宫的长宽后 那我们记录的就是23457 是没有6的 成年女性子宫的容量只有5毫升 宫体和宫颈的比例 我们看这是一个成年 女性子宫的宫体和宫颈的比例 是宫体占2宫颈占1 所以是2比1 那么在这个绝经以后的老年女性 由于子宫的宫体的这个萎缩 所以它是1比1 在青春期以前 这个时候呢是宫颈长 宫体占的比例小 所以是宫体占1宫颈占2 好 我们说子宫的侠部 这也是我们解剖里面详细讲过的 它是宫颈的一部分吗 不是的 子宫的侠部是连接了宫颈和宫体 它既不是宫颈 也不是宫体的一部分 所以A说的是不对的 子宫的侠部有两个口 有两个口 是吧 上端 上端是组织圈内口吗 还记得吧 我们说上边是解剖 所以上端是解剖学内口 所以B选项也说错了 下端才是组织圈内口 好 那么C选项 飞运的时候长一公分 对吧 这个是对的 飞运的时候长一公分 但是到了这个临缠的时候 到了妊娠的中晚期 这个子宫的侠部就逐渐的拉长 拉长 那么变软而拉长 形成子宫侠段 到临缠的时候呢 子宫侠段的形成可以达到7到10公分 但是呢 它不会达到7的水平 好 那么 子宫的侠段 侠部呢 在妊娠期怎么样呢 是变软 而且呢 逐渐逐渐的拉长的 所以一选项说的也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 正确的答案是不要选C了 所以要选C 好那下面我们再借足一个图片 来进一步的来把这个侠部的一些重要考点呢 再回顾一下 好 我们说子宫的侠部是位于宫体和宫井之间最狭窄的部分 飞运的时候是长一公分 那么侠部呢 有两个口 上端啊 上边是姐姐 叫解剖学内口 那么这个解剖学内口呢 是因为弓腔到了这里 到了子宫侠部的上端呢 这个弓腔变得狭窄了 我们叫解剖学内口 好 那么组织学内口呢 是因为它的材料变了 也就是组织学内口以上是子宫内膜 从组织学内口以下是宫井管的黏膜 它的材料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在飞运期呢 它的长只有一公分 但是随着妊娠的进展 它变软拉长 妊娠晚期呢 可以呢 拉长到七到十分分 形成所谓的子宫下段 子宫下段 好 这是子宫下物 从飞运期到运期的一个变化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八题啊 关于子宫下连哪项正确 表面的三分之一能发生周期性变化 这句话对吗 我们说 子宫的内膜 子宫内膜的表面是三分之二 我们叫功能层 那么功能层占三分之二 在卵巢性激素的影响下 会发生周期变化 所以那不是三分之一 而是三分之二层 所以A选项是不对的 好 B选项我们看一下啊 靠近子宫基层的内膜 啊 叫什么呢 叫做基底层 而不是功能层 靠近子宫 宫腔表面的啊 是叫功能层 啊 那么靠近基层的 叫做基底层 所以毕业不对 好 C选项 子宫侠部的粘膜组织 与宫颈的粘膜 相同吗 子宫侠部 子宫侠部的下端 就组织学内口以下 是宫颈的粘膜 组织学内口以上 是子宫内膜 所以它的组织不一样的 好 C选项说的是不对 基底层 基底层是没有周期性变化的 有周期性变化的是限于表面三分之二的功能层 所以D选项是对的 好 那么一选项功能层呢 在月经期是全部脱落 而不是部分脱落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正确答案应该选的是D 选的是D 那我们也通过这个解析和图片 进一步的加上我们的印象 我们的基底层是靠近子宫基层的 它占的比例是占三分之一的内膜 所以功能层是占了三分之二 那么其中这个基底层呢 是不受卵巢技术的影响 所以它不发生周期性变化 而发生周期性变化的是表面三分之二的功能层 这个功能层发生周期性变化的时候 在经期是全部脱落 全部脱落 好 那么对于刚刚讲的瑕布 是吧 子宫瑕布的下端叫组织学内口 那么组织学内口以上的组织结构是子宫内膜 组织学内口以下的是宫颈粘膜 之所以叫组织学内口就是瑕布 组织学内口以上的 这个属于什么 子宫内膜 组织学内口以下的属于宫颈的粘膜 这是不同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 第九题 成年女子子宫颈管的长度 这是一个记忆题 那么就记住 宫颈管称缩形 那么它的长度呢 是2.5到3公分 这个就是个记忆题 就记2.5到3公分 记住就可以了 好 那么再给大家拖担一点知识 好 那么 宫颈管是长2.53公分 那么宫颈管啊 宫颈管的这个粘膜上面分泌的这个粘液酸 它的成分 啊 也会受到卵巢激素的影响 发生周期性变化 啊 发生周期性变化 也就是宫颈管里边长的是柱状上体 它分泌的粘液是一个碱性的粘液 但是呢 受磁激素的影响 它是不是粘液变得很细薄 容易拉丝 但是在孕激素的影响下呢 这个粘液呢 就变得很粘稠 就形成一个粘稠的粘液酸 把这个宫颈管给它堵上了 啊 这样可以保护 弓腔 保护 运暖 免受外来的一些感染的影响 好 这是宫颈管的一个特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题 啊 输软管啊 靠着输软管的组织解剖和生理作用 正确的是 好 输软管的全长呢 不是6到8公分 这是一个记忆题 啊 输软管的全长大概是8到14公分 峡步 啊 输软管的峡步 我们输软管是分四部分 是吧 它的峡步呢 是输软管管枪最狭窄的部分吗 注意这里不要迷惑了啊 管径狭窄 是管径是最狭窄 整个管子的周径最狭窄 但是管枪最狭窄的 不在输软管的峡步 而在哪里 而在输软管的肩直部 肩直部是管枪最狭窄的 所以B说的是不正确的 好 那么C说输软管的散步具有食卵的作用 这个是对的 输软管的黏膜啊 它的内层是负层柱状上皮吗 是一个单层的带有鲜毛的柱状上皮 所以D呢 说的也不对啊 一选项 输软管肌肉的收缩 不受信息素的影响吗 肯定瘦 是不是受着磁运激素的影响呢 磁激素增加输软管 这个肌肉收缩的节律和幅度 运激素是抑制的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选C 散步有食卵作用 这个题其实呢 我们就是 即使不用排除法座 一眼也能看到 输软管的散步啊 主要是 它是 那么 这个主要的功能就是食卵的作用 好 我们再通过这个图片加深一下印象 输软管总长的是8到14公分 由内向外 最里边的穿行一弓角的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叫什么叫尖直部 它是管枪 最窄的是尖直部 好 那么向外的是输软管的侠部 是管径最细 是结扎切断的部位 好 那么 再往外走的是 护肤部是最宽的啊 护肤部也是 这个卵子和精子相遇受精的部位 同时也是意味人身 最常见的部位 啊 最外端是散布 那么散布就有食卵的作用 好 输软管肌肉的收缩 和输软管粘膜的上皮 是一个单层的 柱状上皮 带鲜毛的上皮 它都会受到卵巢性基础的影响 发生周期性变化的 好 那我们看 再看下一题 对于宫颈的描述 下列哪项不正确 宫颈的阴道部 宫颈呢 深入阴道的部分 叫阴道部 是负层磷状上皮覆盖 这个是对的 啊 宫颈管的粘膜上皮 呈单层高柱状 这个也是对的 宫颈呢 主要有基底组织构成 这个C选项 说的也是正确的 宫颈的粘膜 刚刚讲过了 是不是要受激素的影响呢 也会发生周期性变化 所以D是错误的 宫颈管理的粘液栓 是呈碱性的 这个E也是对的 所以答案是不是要选D 好 那么看第12题 卵巢的形态学特征 正确的是 成年父亲的卵巢大小 是4乘3乘1 这是对的 卵巢的大小就是没有2 4乘3乘1 我们说子宫的大小呢 可以描述为7乘5乘3 是吧 卵巢是4乘3乘1 没有2 这个A是对的 好 那么看看B怎么不对了 卵巢的表面呢 没有抚膜覆盖 卵巢的表面 盖的是生发上皮 如果有抚膜覆盖的话 卵子就没法排出来了 所以B是错的 C卵巢的表 卵巢的白膜 在生发上皮的下面 有一层肌理组织 我们叫做白膜 它不是平滑肌组织 所以呢 C是错的 卵巢的随指内 含有数以万计的卵巢吗 原始卵巢吗 不是 卵巢是位于卵巢的皮脂部 好 卵巢的内侧 卵巢内侧是骨盆漏洞 韧带和子宫相连吗 这个是错的 我们说卵巢的内侧 与子宫相连的是固有韧带 所以正确答案 是不是要选A 再看这个图 加上一下印象 我们看 这个卵巢的外围 外周角皮脂部 皮脂部里边 有数以万计的原始卵巢 这个是对的 好 那么卵巢的中央是随脂部 主要是卵巢的血管 神经和淋巴行走于中间 好 好 所以皮脂是有各级发育的卵巢 卵巢的表面呢 盖的是生发上皮 上面的身面是一层纤维组织构成的白膜 好 卵巢的重量是5到6克 大概是大小是4乘3乘1 好 我们再看第13题 卵巢门 那么刚才卵巢门是卵巢血管 出入卵巢的地方 那么卵巢门呢 它在哪里 它是什么组织构成的 啊 卵巢门呢 它其实是卵巢的细膜 啊 连接于阔韧带后叶部位 所形成的结构 啊 所以应该答案应该选 C 好 那么卵巢固有韧带 连于卵巢的啊 那么它不是卵巢门 那叫卵巢固有韧带 好 卵巢的细膜 连于输卵管呢 是这个所谓什么呢 所谓输卵管的细膜 所以这个答案呢 我们应该选的是C 看一下图片 好 大家可以看到啊 卵巢和扩韧带的后叶 卵巢的前缘和扩韧带的后叶呢 接着细膜是相连的 这个这个结构就叫做 叫什么呢 叫做卵巢的啊 这个细膜啊 那么其中呢 有血管神经出入的地方 我们叫做卵巢门啊 卵巢门 好 那么再看14T 有关前庭大线的描述 下连哪项不正确啊 这是考外生殖器啊 前庭大线又叫做八十线 这个是对的 好 位于大阴唇的后顾 B也是对的 它的线管比较细 但是长没有四到五公分 只有一到两公分 所以这个长是不对的啊 好 前半句说对的 后半句说错了 所以呢 这个答案要选C了 那我们再看看D啊 它开口于 引导前庭后方的小阴唇和出女膜之间的勾内 这个是对的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是不能触到这个线体的 这是前庭大线 所以我们的答案要选C说的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加上下预像啊 这是我们看到的啊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大阴唇皮下 还有这个前啊 这个就是 球海绵体机呢 把它去掉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引导前庭的两侧 有什么呢 前面是前庭球 后边是一对黄豆大小 我们叫前庭大线 啊 它在前庭球的后方 大阴唇的后方啊 身面 开口于处女 小阴唇之间的勾内 好 好 下面我们看15T啊 考的是骨盆的一些解剖特点 骨盆最小平面的范围啊 那我们知道骨盆 我们人为的非问三个平面 是吧 最小的平面 是不是指的是中骨盆平面啊 这个首先要知道概念 最小的平面 指的是中骨盆平面啊 那其实就是拐了个弯 考我们问中骨盆平面的界线 中骨盆的前面是持股联合的下缘 这是前面是对的啊 两侧是坐骨脊 我们说中骨盆要找坐骨脊 后面是哪里呢 后面是 后面哪里是底骨的下端 有的也把它称为底凹 把它称为底凹 那么这个底颊呢 底颊呢 底颊呢 是相当于是入口平面的一个 后面的标志 这个底尾关节呢 是出口的一个重要标志 所以呢 中骨盆的那个后面的标志 是底骨的下端 有的时候也把它称为什么 把它称为底凹 把它称为底凹 这是中骨盆后面的一个标志 所以这个答案是不是要选 是不是要选C啊 要选D 选D 底下端 要选D 那我们再通过这个图 增加上我们的感性认识 这是我们看到入口平面 是吧 好 那我们再往下走的话 这是一个中骨盆平面 中骨盆平面 这个中骨盆平面 是一个前后镜略长 横镜略短的一个纵托源 它的前面是持骨联合的下源 两边是我们看到的坐骨极 后边 后边对的是底骨的下端 或者我们叫做底凹 或者叫底凹 那么在三个平面里面 最小的平面就是中骨盆平面 好 我们看第16题 问的是阴道前庭 阴道前庭包括什么 那么刚刚刚刚看的那个解剖图 可以看到阴道前庭 这个两边有前庭球 后边有前庭大线 阴道前庭的前方有尿道口 后方有阴道口 另外呢 这个阴道口的周围有处女膜 这个呢 是说的最完整的 是最完整的 阴道前庭不包括阴地 阴地不属于阴道前庭的这一部分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选的是B 我们要选B选项 好 那我们看下一题 哪一项和中骨盆狭窄没有关系 好 那我们说了啊 中骨盆 我们通过刚才一个考题认识到 中骨盆的后方是底骨的下端 也就是那个底凹 是吧 这个底凹啊 这个底骨的曲度 如果是底骨变直了 是不是中骨盆就会狭窄 所以底奥的曲度 它的大小和中骨盆狭窄是有关系的 坐骨切击 坐骨切击 我们说中骨盆的两侧 中骨盆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 中骨盆的两侧是比较坐骨切击 对吧 这个也是和中骨盆狭窄是有关系的 底尾关节 底尾关节是出口的后方 是出口后方的标志 所以应该是和C没有关系的 坐骨的切击 坐骨的 坐骨极当然有关系 坐骨极有关系 那么坐骨的切击是骨盆 中骨盆侧壁上一个坐骨的一个大 这个切击 坐骨切击呢 坐骨切击的大小和中骨盆 有关系 那坐骨切击我们可以通过什么 一个韧带叫 以及韧带的宽度测量出来 如果坐骨切击变窄了 那么中骨盆的啊 中骨盆的后半部分 也就是后始降镜呢会变小 所以啊 这个骨盆侧壁的倾斜度 那么骨盆的侧壁越 越倾斜 越往里边倾斜 是不是就相当于啊 这个坐骨肌肩击就会变得越小 所以骨盆侧壁的倾斜度 坐骨肌肩击 坐骨切击和底骨的 底骨的曲度 都和中骨盆的狭窄是有关系的 那哪一个没有关系呢 底尾关节 底尾关节 所以这个答案呢 这个答案我们要选C 我们要选C 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18题 骨盆侧最短的境线 其实还考的什么呢 我们先知道 骨盆侧呢 我们人为的分为了三个平面 那么最小的平面 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中骨盆平面 而中骨盆平面里边最短的 是不是中骨盆的横径 中骨盆的横径 所以这个题我们的思路就要选哪一个 是不是要选C 要选C 好那我们来再通过这个图 对上面两个体胆加深一下境枪 这个是 我们看到把一边的 把一边的这个宽骨拿掉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中骨盆 我们首先要知道 骨盆侧最小的平面是中骨盆平面 那么中骨盆因为它长的是一个 前后径略长 横径略短的一个纵图圆形 所以 那骨盆将最短的就是看 最小平面里边那个最短的境线 就是看那个坐骨级肩径 也就是中骨盆横径 它有没有问题 是吧 好 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一下 这个中骨盆我们看 前边是持骨联合的下缘 后边是底凹 两边是坐骨级 那么反映中骨盆 反映中骨盆狭窄不狭窄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题是个底凹 底骨的曲度 和中骨盆狭窄是有关系的 那么在中骨盆的侧臂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看到的坐骨级 坐骨级往上有一个弧形的 这个叫坐骨切击 那么这个坐骨切击的 坐骨切击的宽度 也能够反映中骨盆 有没有狭窄 如果坐骨切击的宽度 小于两横指 那么也代表中骨盆有狭窄 中骨有狭窄 坐骨切击的宽度 我们可以用一个韧带 叫坐骨集连于底尾骨之间的 叫底级韧带的宽度 来测量 可以测量出来这个坐骨切击的宽度 它都能够反映中骨盆有没有狭窄 好 那么这骨盆的三个平面 骨盆的平面 大小重点是看每一个平面的最短的镜线 有没有问题 入口 入口呢 它是一个呈横的椭圆形 所以我们重点关注入口的前后镜 有没有问题 那么能够反映入口前后镜的主要是一个 肩截横量前后镜底尺外镜 还有一个是对角镜 也就是从持股联合的下缘到底甲上面的对角镜 如果是敌视外镜小于18 对角镜小于11 那么就可以确诊是入口狭窄 中骨盆有没有狭窄 重点是看中骨盆的 特别是这个中骨盆的一个最短的镜线 是横镜 叫坐骨机肩镜 有没有小于10公分 同时可以看一下这个坐骨切击 是否小于两横值 当然也能够间接衡量这个坐骨机肩镜的一个 这个鼓鼓的粗容肩镜 它如果过小都代表中骨盆过小 出口小的话 主要看的是坐骨节节 坐骨节节的肩镜是否小于7.5 如果小于7.5 我们再加测一个后视状镜 小于等于15 包括这个吃骨的角度小于90度 这个可以确诊出口下效 那么顺便把这三个平面 狭窄的一个确诊的 确诊的一个指标 在这里再帮助大家 加深一下记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19题 关于正常骨产道的描述正确的是 那通过刚才的讲述 我想这个题对大家来说不难了 最短的前后镜是中骨盆的前后镜 我们说最短的前后镜 因为什么呢 主要是看入口主要是 入口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前后镜 入口主要的前后镜是最短的 所以最短的前后镜应该是入口的前后镜 不是中骨盆的 所以A说的是不对的 最短的横镜是骨盆的出口的横镜 这个是对的 这是对的 骨盆的出口是不是就相当于两个坐骨结节 两个坐骨结节之间的距离 这也是最短的一个横镜 中骨盆的横镜相当于 相当于两个坐骨镜之间的连线 之间的距离 或者说两个粗拢肩镜之间不是宽旧的中心 所以C说的是不对的 骨盆轴 我们看刚才是吧 看到骨盆轴连接三个平面的一个假向轴 骨盆轴上端是向下向后 中段是向下 骨盆轴的下段是向下向前的 所以骨盆轴的下段是向下向后 说错了 下段是向下向前 骨盆轴的下段是向下向前 是吧 我们画一下就这样的 这是骨盆轴 骨盆的倾斜度 不能大于60度 骨盆轴度过大 会影响台线后的路盆 所以正确的答案 是不是应该选的是2B 好 我们看第20题 关于底级韧带 下廉哪项正确 好 我们说底级韧带是可以间接衡量中骨盆 是否狭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 那么底级韧带就是考解剖 底级韧带就是连接是连于坐骨集和底尾骨之间的韧带 那么A呢 说的是底骨和坐骨集之间的韧带 说的不全面 应该是底尾骨 底骨尾骨与坐骨集之间的韧带 叫底级韧带 好 所以A说的不完整 好 那么B选项 底下关节和坐骨集之间的 底下关节和坐骨集之间的 这个呢 它不是的 底尾关节和坐骨集之间的 这个呢 这个韧带呢 我们说它也说的不完整 那么最正确的就是说 低级韧带的宽度就是谁啊 坐骨切积的宽度 再看一下这个图 是吧 大家看这个图 这是坐骨切积 是不是坐骨切积可以反映中骨盆是否狭窄 但是坐骨切积我们无法直接测量 那我们可以测一个韧带 我们再看这个图 这个图上的韧带就是哪里啊 就是从坐骨集连到了啊 从坐骨集连到哪里啊 连到低尾骨之间的韧带 我们叫什么 叫底级韧带 就是连于低骨尾骨和坐骨集之间的韧带 叫底级韧带 底级韧带的宽度就相当于坐骨切积的宽度 这个才是最正确的说法 所以我们要选啊 这个选项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21题啊 对于骨盆底的叙述 系列哪项恰当 那又哪项是正确的啊 我们说骨盆底呢 在解剖结构上 从内向外分了三层啊 肛门外阔跃积 属于什么 属于骨盆底的最外层 不属于盆格啊 盆格呢 是相当于骨盆底的最内层 所以A选项说的是错误的 中层 叫泌尿生殖格 哎 这个是对的 中层啊 封闭了骨盆出口的前三角啊 那我们先可以在这里画一下 是吧 这是骨盆的两个 这是两个坐骨结节 这是持骨联合的下缘 是吧 两个坐骨结节啊 后边是底尾关节 我们说出口呢 大体看是在两个不同平面的三角形构成的 两个坐骨结节的底边 两个坐骨结节和持骨联合下缘 啊 围成的这是一个前三角 那么其中前三角呢 主要有谁来封闭的 就是中层封闭啊 封闭以后呢 中前方有尿道啊 后方呢 有阴道啊 穿行 所以叫泌尿生殖格 避瘦的是对的 外层 外层呢 不叫盆格 盆格是骨盆底的最内层啊 所以C说的不对 球寒棉体 球寒棉体呢 实际上就相当于在 阴道的周围啊 阴道口的周围 它呢 收缩以后能够 收 它的 球寒棉体能够收缩阴道 所以也叫阴道会计 它不是松弛阴道 所以D说错了啊 那么E选项 钢体肌是组成骨盆底的 一大块肌肉 所以E也说错了 正确答案应该选B 啊 正确答案选 那我们再看一下图啊 看一下图呢 把骨盆底的组成啊 重点支持 再给大家传讲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 骨盆底 它是有多层肌肉啊 我们大致说有三层肌肉 和相应的筋膜构成的 封闭了骨盆的出口 它的作用是承托 并保持盆墙脏去正常的位置啊 那么骨盆底呢 由外向内是分了三层 是吧 最外层 最外层是由浅层肌膜 和浅层肌肉构成的 那么最外层包括哪些肌肉呢 我们先看这个图啊 通过这个图 再阴道周围的 阴道周围的啊 这个肌肉 这个肌肉叫什么 叫做囚海绵体肌 也叫阴道溃瘸肌 是吧 它的收缩能够 溃瘸的作用 好 这是浅层的肌肉 好 还有呢 啊 那么 其于坐骨 终止于阴地的啊 好 那这个叫什么 叫做坐骨海绵体肌 坐骨海绵体肌 坐骨肌的内侧啊 坐骨肌内侧到阴地的啊 那么叫坐骨海绵体肌 好 这也是盆底的浅层肌 还有呢 一对啊 是坐骨肌内侧 到这个会音中心 建的叫会音浅横肌 这一对啊 以及呢 啊 在肛门周围的肛门外溃肌 构成了骨盆底的最外层 也要浅层 所以骨盆底的最外层呢 总共有四肢肌肉 那我们在记的时候 可以记到 从概念上 凡是带海绵的 带外字的 带外字的 带浅字的 都属于骨盆底的浅层肌肉 啊 浅层肌肉 好 那我们再去看啊 骨盆底的中层 叫泌尿生殖阁 我们看这个图 是吧 这是一大块肌肉 这块肌肉 我们叫做会音深横肌 啊 它的表面 它的上下盖有筋膜 中间这个叫会音深横肌 当然呢 前方还有一个 尿道口的 这个尿道阔液肌 啊 环绕的尿道周围 所以这个中层 包括了一块 会音深横肌 和尿道阔液肌 那么这个会音深横肌的中 它的中间呢 有尿道和阴道穿过 它封闭了 骨盆出口的前三角 所以也叫 因为它是有尿道口和阴道 有尿道和阴道穿过 所以我们也叫做 泌尿生殖阁 泌尿生殖阁 好 这是中层 好 那我们再看看 内层 内层叫盆阁 这是我们从 从骨盆腔的上方往里看 往下看 可以看到内层叫盆阁 是骨盆里最坚韧的一层 骨盆里最坚韧的一层 它的主要结构叫钢体基 但这个钢体基呢 它从前内 从前内到后外 又一次包括了三部分的肌肉 三对肌肉 一对叫做持骨尾骨 叫持尾肌 这对最重要 持尾肌 然后从前内 再向后外的是 恰尾肌 再往后走的是 坐尾肌 所以它是由持尾肌 恰尾肌 和坐尾肌 构成的 那么在这个钢体基 它前方有尿道 中间有阴道 最后有直肠穿过 那么是重脱盆腔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 是钢体基 钢体基 好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从最靠近 中央的 最靠近中央的是一个赤尾肌 是一个赤尾肌 完的向外的是一个恰尾肌 后方的 后外侧的是一个坐尾肌 是个坐尾肌 这是骨盆底的最内层 我们叫做盆格 所以当我们把这部分内容 再强化之后 如果再考到相关盆底的一些解剖 我想大家应该不成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 22题 问下列哪种结构 没有参与会音境界的围城 那么广义的会音 其实就是封闭出口的 这些软组织 好 那么前方是持股联合的下列 这是对的 后方是围股间 两侧有持股的 持股的降肢 还有呢 底结结韧带 就是坐股结结 连于 第一围股之间的 叫底结韧带 这个也是构成会音境界的围城 坐股级 我们坐股级呢 是中股盆的 所以他没有参与会音境界的围城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选的是D 我们应该选的是D 我们来看一下 广义的会音是封闭 骨盆出口的软组织 而我们刚刚讲的坐股基 是中骨盆的 不是出口的 所以他的前方 我们这个图在架上 前方是持股联合的下缘 是吧 后方呢 是围股尖 后方是围股尖 两侧是持股的降值 还有坐股质 坐股结结 以及呢 从坐股结结 是吧 到这个坐股结结 到后方的这个 底尾股发射的韧带 叫底结结韧韧带 这两个都 这个构成了这个 骨盆的 这个就是会音的一个境界 好 那么再看23体 分面的时候 行一个会音侧切 左侧会音侧切 不被切断的肌肉 那其实还是 间接的考 骨盆底的一个解剖 我们来看一下 啊 球海绵体肌 我们刚才讲了啊 如果这是 这是阴道口 是吧 那么在阴道口的周围 有一对肌肉 我们这个 是不是刚才讲 是不是 这是叫球海绵体肌 这个肯定会被切断了 坐股海绵体肌 坐股海绵体肌呢 没有在阴道口的周围 是吧 在哪里啊 是坐股肌的内侧 到阴地之间的 在这个位置 所以坐股海绵体肌 是不被切断的 好 当然呢 那么在切断的时候 还有呢 从坐股节节 是吧 到会音中心件的 这个叫会音潜横积 也会被切断 以及呢 封闭 出口前三角的 会音深横积 也会被切断 还有呢 我们说 这个钢体肌的 啊 钢体肌最前内侧的 那个叫什么 叫赤尾肌 是吧 从持股到尾股之间的 这一部分的啊 赤尾肌 也会被切断 所以不会切断的 是离它非常远的 叫坐股海绵体肌 所以是不是 我们要选B啊 要选B啊 这个就是还是要想到 我们刚刚的这个图 刚刚这个图 是吧 前面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啊 做会音测切的时候 会音测切的时候 那么 引导口周围的 球海绵体肌 肯定会被切断 还有呢 啊 这个叫做什么呢 刚才叫做会音潜横积 另外在他们啊 深层次的 这个会音深横积 以及呢 哎 在盆底啊 在这个钢体肌的 前那一方的 前那一方的 我们叫什么呢 叫做 齿骨尾骨肌 叫齿尾肌 这个都会被切断 而 这个肌肉 这个肌肉就我们 看到的叫什么呢 叫做骨寒粘体肌 是吧 做骨寒粘体肌呢 这个是不会被切断的 这里还有一个图 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题啊 会音测切的时候 又考的这个题 其实就是考点没有变啊 只不过考题的问法变了 会音测切的时候 会切到 下连哪些盆底的肌肉 啊 那根据我们刚才 所讲的内容 那我们首先 只要见到 有做骨寒粘体肌 肯定是切不到的 所以把这个选项 就排除掉了 啊 一选项 做骨寒粘体肌 是不会被切到的啊 那我们看哪一个 说的最完整 会音的深横积 会被切到 求骨寒粘体肌 和刚才讲的 钢体的哪一部分呢 是不是叫齿尾肌啊 这个会被切断 啊 那我们看看C 尿生之阁下的筋膜 会切断 会音深横积 恰骨 尾骨肌 就恰尾肌 恰尾肌呢 靠外 这个 不会切到 还有坐尾肌 也不会切到 所以呢 这个答案是不要选B啊 赤尾肌是相当于 这个刚提肌的 前内侧的那一块肌肉 这个会被切断 所以我们答案要选A 好 我们再看啊 复科手术在处理的时候 下里哪些组织 最容易损伤 输软 输尿管 最容易损伤输尿管 好 那首先第一个 告诉大家一个技巧 就是说 那么一个是 只要是签到原韧带 和固有韧带的 卵巢固有韧带和原韧带 这个离输尿管的位置 比较远 所以这个都不会被损伤 凡是在这个 这组答案里面 带有固有韧带的 带有原韧带的 都是不会被损伤的 那我们用这种 简单的排除法 就可以选到是B 也就是说 你看一个原韧带的圆 是吧 固有韧带的固 是不是结构相同 都是有一个 有一个外围 把它封起来了 这两个韧带 这两个韧带呢 他们呢 是离输尿管的位置很远 所以不会被切断 所以原韧带 固有韧带 首先是不会被切断的 所以我们用排除法 也可以做到是一个B 当然从解剖上 我们知道 主韧带是在 宫颈 是在宫颈的两侧 是吧 把宫颈 连接到骨盆侧壁上的 那么 这个 酥尿管 这个时候呢 在切断 在这个什么 在切断主韧带的时候 是容易损伤的 还有一个骨盆的 漏斗韧带 以及子宫的动脉 我们来看一下图 我们看一下图 一般来说 主韧带 因为主韧带是靠近宫颈的 骨盆的漏斗韧带和子宫动脉 都是容易损伤的一个位置 子宫动脉 因为在宫颈内口的外侧 是不是要跨越输尿管 跨越输尿管呢 然后分成上下两只来供应子宫 所以说呢 这个子宫动脉 接扎子宫动脉 是容易损伤 输尿管的 还有这个主韧带 不容易损伤的位置 刚才已经说过了 原韧带和过有韧带 这个是不会损伤的 所以呢 答案就出来了 好 我们看26题 关于子宫基层的叙述 不正确的是 我们问的是子宫的平滑肌 是平滑肌数 由平滑肌 少量的弹力纤维 和胶炎纤维组成 这个是对的 肌纤维的分布 它的外层是纵形的 内层是环形的 中间的是网状 网状走形的 所以这个说错了 说错了 所以内环外纵中交叉 所以B说的不对 飞应的时候 大概厚0.8公分 这是对的 基层是子宫体 三层结构中最厚的 当然对了 好 一选项 中层肌纤维在血管的周围 形成一个八字形 就是交叉嘛 交叉形成八字形 是不是有利 有利这个产后的直血 这个是对的 所以这个不正确的 是不是要选 B选项 我们要选B选项 好 那我们再看27题 生殖器官与临近器官的关系 为哪项不恰当 输尿管 我们刚刚讲 输尿管在宫颈内口的 水平的外侧两厘米 向前进入膀胱 而子宫动脉 是吧 子宫动脉 我们刚才 子宫动脉 是不是也是在宫颈内口的 外侧两厘米呢 开始呢 横跨输尿管 横跨输尿管 所以说 这个输尿管 子宫动脉的关系是 子宫动脉在上面 我们叫桥下有水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A是对的 B 阴道前穷龙穿刺 容易损伤 容易引起膀胱损伤 当然阴道的前穷龙 是紧挨着膀胱的 这个是对的 膀胱充盈会影响 盆腔的检查 这个也是对的 蓝尾炎的时候 可以拨击右侧的伏件 这个也是正确的 因为这都是蓝尾膀胱 都是和生殖器官临近的 一些结构 尿道长6公分 女性的尿道没有这么长 大概长4公分 临近阴道和肛门容易干 所以这个程度不对 因此我们要选一选项 一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临近的结构 从解剖结构可以看到 子宫的前方 还有这个阴道前方 紧临的是膀胱和尿道 后方临的是直肠 伏件呢 右侧的伏件很蓝尾 是比较靠近的 所以蓝尾炎可以拨击 右侧的伏件 好 所以这个答案我们要选 我们选的意识对的 好 我们再看28题 现在哪项叙述是错误的 这是考的什么 考的这个生殖器官的神经支配 外生殖器的神经 是躯体神经支配 这个是对的 那么这种题呢 如果我们击不准的话 也就是通过这个题呢 加深大家一下印象 也可以通过排数法 是可以做对的 阴谷的神经 有二三四 以神经的分支构成 阴体动脉 这个走向是同型的 这个是对的 好 我们看 C选项 阴谷神经的作物级的内侧呢 分为三人值 灰阴神经 致下神经和阴地背神经 这也是对的 好 内生殖器的神经支配 主要是胶杆和副胶杆神经所支配 也就是植物神经所支配 这个也是对的 好 临床上下半身结胎的产妇 能不能顺利分娩是可以的 给子宫结胎的产妇 它是可以完成分娩的 所以异样是对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十九题 关于女性生殖系统淋巴 叙述错误的事 错误的事 好 那么来看考一下考淋巴的一些解放 盆腔的淋巴分为卡淋巴 腰淋巴 还有什么呢 腹沟浅腹沉 腹沟浅腹沉淋巴 属于外生殖器淋巴 它不属于盆腔的淋巴 盆腔的淋巴分为三组 这是对的 这个A说的是不对的 盆腔淋巴是分为三组的 包括什么呀 恰淋巴 腰淋巴和底签淋巴 所以这个A说的是不对的 外生殖器的淋巴分为身前两部分 这个是对的 女性生殖器官的淋巴 主要分为盆腔淋巴和外生殖器淋巴 这个也是对的 阴道上段的淋巴回流 因为阴道上段和宫颈 这个是紧密相连的 所以阴道上段淋巴的回流和宫颈淋巴回流是相同的 那么这句话说的也是对的 所以错误的是A选项 错误的是A选项 那么就选A 好 那通过这个题 我们就把淋巴系统的一些解剖特点 再回顾一下 好 那么做生殖器的淋巴总共分为外生殖器淋巴和盆腔淋巴 那么外生殖器的淋巴又分为身前两部分 一个叫腹钩淋巴和腹钩的深淋巴结 腹钩的浅淋巴结 它又可以分为上下两组 上组收纳外生殖器和阴道下道 汇阴肛门的淋巴 下组肯定收纳下肢和汇阴的淋巴 这是浅淋巴 服务沟的深淋巴 主要说服务沟的浅淋巴是汇入服务沟的深淋巴 服务沟的深淋巴 在进一步的汇入卡淋巴 那么它收纳的是阴地 阴地汇入的是服务沟的深淋巴 这是外生殖器的淋巴 那我们再看看盆腔的淋巴 我们刚才说了分为三组 一组是卡淋巴 那么卡淋巴包括了臂孔 卡内卡外和卡阻 这些淋巴结构成的 一组是底前淋巴结 那就是位于底骨的前边 还有一组是腰淋巴 那就是位于腹主动脉的旁 好 这是盆腔的淋巴 那我们再通过看一个题 不属于女性内生殖器淋巴回流项目的 这个又是考生殖器的淋巴回流 对于内生殖器的淋巴回流 我们先看一个图 然后再回过来做这道题 我想大家会更印象更深一点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内生殖器的淋巴回流 分为三段 下面呢就是属于这个会阴的 还有阴道下段的淋巴 它们的回流呢都回流到服务沟的 潜淋巴结 那么阴道的上段和宫颈 阴道上段和宫颈 就是位置处于中等位置的 这个部位的淋巴呢 回流到的是卡淋巴组 就是卡内 壁孔 小部分到卡外 主要是在卡内和壁孔 就是位置最低的回流道的服务沟前淋巴结 位置处于中等位置的 就是像这个宫颈啊 阴道下阴道的这个上段啊 回流的是卡内和壁孔 那么 宫颈 宫颈 还有包括输卵管 卵巢的淋巴呢 这个位置比较高 大部分啊 回流的啊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腰淋巴结 啊 另外还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在宫体两侧的啊 宫体两侧的 这个淋巴回流到哪里呢 宫体两侧的淋巴 它是一个特殊的 经过什么 经过沿着子宫圆刃带 这个方向 回流到了服务沟浅淋巴 这是需要注意的 啊 那么这也是看到这个图 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肤肤动脉旁呢 叫腰淋巴 是吧 在底骨前面的叫 底前淋巴 好 另外呢 就是沿着这个 卡总啊 还有这个就是 卡内卡外 血管分布的是 卡内卡外 卡总 这些淋巴啊 他们一积积的往上回流 往上回流 好 最后我们用文字来描述的话 就可以呢 总结为啊 位置比较低的 这些解剖结构的 像外生殖器 会因肛门和阴道 下段的淋巴 主要汇入的是 服务沟的浅淋巴结 那么位置出于中等位置的 阴道上段和宫颈的淋巴 啊 我们说位置出于中等位置的 主要汇入卡淋巴的 卡内和壁孔 大部分汇入卡内和壁孔 小部分汇入卡外 好 那么宫底宫体 位置比较高的 输卵管卵巢的淋巴 汇入腰淋巴结 而宫体两侧的淋巴 会沿着原人带 汇入的也是服务沟的 浅淋巴结 好 这是生殖器的淋巴引流 那当我们把这段内容啊 回顾过之后 我们再看这个题 我们再看前面这个题呢 就会觉得 就会觉得容易做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不属于女性内生殖器淋巴 回流项目的是 阴道上段 我们说这个位置 是不是出于中等位置的 中等位置高度的啊 汇入的是哪里呢 阴道上段 是不是和宫颈的淋巴 都是汇入哪里啊 阴道上段和宫颈的淋巴 是不是都汇入的是 B孔和卡内 是吧 所以这个A就说错了啊 B选项 阴道下段位置是比较低啊 它主要汇入的 服务沟浅淋巴结 这是对的啊 宫颈两侧的淋巴 会沿着原刃带 是不是汇入的 也是服务沟浅淋巴 这个也是对的 输软管 还有宫底 宫体 是吧 这些位置的淋巴比较高 汇入的是都淋巴 所以哪一个不对啊 是不是要选A 要选A 好 这是淋巴回流 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图 记住了位置低的 汇阴 肛门 是吧 阴道下段的汇入 服务沟浅淋巴 位置出于中能 位置的主要指的是 阴道上段和宫颈的淋巴 汇入是 汇入卡淋巴组 卡内 壁孔 好 那位置比较高的啊 宫底 宫体 输完管和卵巢的淋巴 汇入的是 腰淋巴 但是要记住宫体两侧的 汇入的是腹钩淋巴 啊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题啊 这个考的是生殖器官的血液供应 我们看啊 内生的器官的血液供应 我们看一下啊 内生器官的血液供应 正确的是 子宫动脉啊 子宫动脉是分为上下两支 是吧 上支呢 又进一步的分为宫底支 卵巢支和输完管支 这是对的 是吧 子宫动脉的上支 主要是供应宫底 宫体 也分出一些分支呢 供应输完管卵巢 子宫动脉的下支 啊 子宫动脉的下支 是不是主要供应的是 宫颈和阴道上段的 啊 它的分支是比较细的 它不是粗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好 盆腔静脉的感染 容易蔓延 因为盆腔的静脉呢 相互蔓延 盆腔静脉呢 是形成了盆腔静脉丛 所以呢 一旦发生感染 是相互蔓延的 好 我们看第一选项 卵巢的动脉 经卵巢的固有症 在到达卵巢吗 我们刚刚啊 已经做过几道题了 卵巢的动静脉 是经过卵巢外边的 那个韧带叫 叫什么韧带 叫做玄韧带 或者叫骨盆漏洞 韧带到达卵巢的 所以第一说的是不对的 阴道的动脉 来自什么动脉 来自于卡内动脉 就是内生的器官的血液供应 大部分来自于卡内动脉 卡外动脉 是往哪里走的呢 卡外动脉 是往下肢 延续为骨动脉的 所以这个答案正确的 是不是要选A 我们要选A 好 我们再通过这个图 加深一下印象 好 我们来看左边这个图 是吧 这根是腐主动脉 从腐主动脉 直接发出来的 是谁啊 是卵巢动脉 所以卵巢动脉 它的起源于是腐主动脉 因为卵巢我们也好记 卵巢动脉呢 它是女性的一个主性器官 所以呢 它来自于腐主动脉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啊 内生的器官像子宫 阴道 是吧 这些呢 它的固定呢 它是发自于哪里 我们继续往下看 腐主动脉往下分为卡总 卡总又分为卡外 卡外呢 继续往下肢走了 那么 另外一份 是叫卡内动脉 卡内动脉 主要固定 盆腔脏器的 所以啊 像子宫动脉 阴道动脉 都发自于哪里啊 发自于卡内动脉的一些分支 好 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子宫动脉 这个图中告诉我们了 啊 子宫动脉呢 大概在宫颈内口外侧 两公分的地方 横跨输尿管 下方是输尿管 横跨输尿管 到宫颈的啊 到宫颈外侧这个地方 又分为什么呢 又分为上下两支 上支是比较粗的 供应宫铁 宫底 当然也发出卵巢 输卵管支 好 那么下 向下的这个分支呢 主要供应的是 宫颈和阴道的上段 这支比较细 好 那么这个图中的阴道脉 其实主要供应的是 阴道的中段 啊 供应的阴道中段 好 还有一个动脉啊 叫阴部内动脉 也是发自于强力动脉 它供应应道下段啊 还有这个啊 还有这个就是 这个会阴的一些血部 是发自于阴部内动脉 好 这是他们的一个 血管的一个分布 好 那么看下一题啊 子宫动脉在下列 何处横跨输尿管 到子宫的侧源 我们根据刚才那个图 应该知道 在哪里呢 在宫颈内口水平的外侧 约两公分的地方横跨输尿管 到子宫的侧源 然后又进一步的分为上下两支 所以这答案我们要选C 是吧 要选C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 内生器官的血液供应 那器官的血液供应啊 生分器官的血液供应 那主要是有四根动脉 一个是卵巢动脉 我们说它的起源 起源于富足动脉 啊 那么主要 智培卵巢和数卵管 子宫动脉 是吧 它起源于卡内动脉 包括阴道动脉 和阴部内动脉 都起源于卡内动脉 起源卡内动脉啊 其中阴部内动脉 起源于卡内动脉的 前干中支 子宫动脉呢 到宫颈的外侧 又分为上段比较粗的 宫体支和宫颈阴道支 好 那么阴道动脉呢 主要供应阴道的中下段 啊 另外呢 呃 也发出些分支呢 供应膀胱底啊 膀胱颈也有阴道动脉 供应 阴部内动脉呢 主要分出了什么 灰阴动脉 致下动脉 也有的叫肛门动脉 阴唇动脉 还有阴地动脉 分别供应这些部位的血供 好这是内生内外生殖器的血供呢 我们说总共是有四根动脉啊 四个动脉 其中卵巢动脉 发自于腐术动脉 其他的动脉都分则 分别发自于卡内动脉 好 那我们再看33题 卡内动脉的前干分支 卡内动脉不直接供血的 我们说卡内动脉的前干分支 像子宫动脉 是吧 阴道动脉 阴部内动脉 包括这个 都是发自于卡内动脉的 而卵巢动脉 是发自于腐术动脉 所以它不直接供血的是卵巢 卡内动脉的前干分支 是不是可以供子宫 也可以供输卵管 是吧 那么阴道动脉 可以供阴道 阴道动脉也可以发出一些分支 供应膀胱顶膀胱底 也是阴道动脉的 这个血供部位 阴道动脉也是发自于 前内动脉的前干分支 所以呢 不直接供血的是卵巢 因为卵巢呢 主要发自于腐术动脉 所以我们这个要选A 好 这里再做了一个解析 是吧 卵巢动脉 我们说来源腐术动脉 是吧 当然左侧卵巢动脉 有的可以来源于左肾动脉 但它都不是来自于卡内动脉 而子宫动脉 阴道动脉和阴部内动脉 都来源于卡内动脉 其中阴道动脉呢 分布在阴道的中下段 同时也会发出分支 供应膀胱顶 膀胱颈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B型体 B型体 B型体往往都是一组概念 相似的或者接近的 好 我们来看 第一题 可以限制子宫向两侧移动的 限制子宫向两侧移动的 是不是盖在子宫表面的那一层 抚膜 那抚膜 是吧 盖在子宫的表面 形成的那个什么呢 向两边连接到宫臂的 这个骨盆侧臂的 是不是叫扩韧带 限制子宫向两侧移动 是吧 防止子宫脱锤的主要韧带 是不是找主韧带啊 因为主韧带是固定 把宫颈 是吧 把宫颈呢 拉向盆壁的两侧 向前前拉 到持股上 子宫前倾的 前倾的是不是 起自于宫角 把子宫往前拉 是吧 这个是属于哪一个 圆韧带啊 向后 迁拉到底骨上啊 从宫颈的后方发出来 向后迁拉到底骨上 是子宫前驱的 是什么韧带呢 是 宫底韧带 是吧 所以是不是选 A 选A啊 卵巢的旋韧带 是固定卵巢 外侧向盆壁的韧带 啊 所以答案应该是 DBCA 好的 我们再看 下一题 啊 这反过来 其实就是说 考点没边 考题呢 万变啊 其自于宫角的前面 输软管 近端下方 至于大阴春前端 宫角前面 啊 经过 啊 输软管的近端下方 中至于大阴春呢 是不是考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远韧带啊 啊 为子宫两侧 呈翼状 就像鸟的翅膀一样 像蝙蝠的翅膀一样 是吧 是一个双层抚膜 形成的一个 皱臂 啊 这个 那么像两侧 伸达到骨盆壁的 是不是所谓的 扩韧带 对吧 在扩韧带下部 横行于宫颈两侧 和骨盆侧币之间的 不就是刚刚讲的 什么韧带呢 是不是主韧带啊 啊 其字 公体 公井 交界处后面 在公井后面的 上侧方 向后 直于底骨 底锥前面的 是不是叫做 公底韧带啊 是换了一个考法 所以答案是 BDCA 好 这个图 再加深一下印象 从公角发出来 在输软管的 近端的前边 然后呢 最后终止于大银唇前端 那是扩韧带 是原韧带 是原韧带啊 好 那么成义状的 是吧 成义状的 它的本质是一个抚膜 形成的皱褶 然后呢 终止于骨盆侧币的 是不是扩韧带 啊 在子宫的下方 是不是 然后呢 把子宫拉向骨盆侧币的 是不是主韧带 好 那么在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卵巢的两个韧带 是不是啊 其中呢 扩韧带的啊 外三分之二 是不是向外呢 卷须增厚 形成骨盆漏洞韧带 就是相当于卵巢的一个 外侧的韧带 和子宫相连呢 是比较固有韧带 我们再看 这个图告诉我们 从什么样 宫颈和宫体交界处 然后从侧后方 然后终止于底骨前面 筋膜的是不叫宫底韧带 它是维持子宫前驱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原韧带 原韧带 好了 这是什么呢 这个旁边呢 这是叫主韧带 主韧带 好 这是子宫的韧带 好 再看一下啊 中国文的平面 这个题 如果前面我们已经很熟练了 那么中国的平面是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前后境略长 恒宁略短的一个纵托源 所以是不是C啊 入口平面呢 是不是成为恒宁略源 出口平面 是不是有两个在不同平面的三角形构成了 成什么形啊 是不是成零形 是不是成零形啊 所以答案是C A E 入口恒宁略 中骨盆 实际上是一个前后境略长的一个纵托源 出口是不是是一个菱形啊 是在两个不同平面的三角形 它们的共同底边是坐骨节节的肩径 是不是围成了一个菱形 是出口的平面 好 这个烤组织结构 阴道粘膜啊 阴道粘膜是不是一个负层的磷状上体 对吧 是耐摩擦的啊 这个抗干能力比较强的 宫颈的黏膜呢 是一个单层的高柱状上体 对吧 苏短管的黏膜是一个带鲜毛的柱状上体 是不是选一啊 那么生发上体呢 是覆盖在卵巢表面的 是生发上体 磷状上体化生呢 是在宫颈的啊 是在宫颈的这个什么的 磷状和柱状上体的交界部 可能会发生的一种改变 所以我们应该是不是选C D E 好 再继续看一下啊 阴部内动脉啊 反过来就这样考 阴部内动脉来自于什么 是不是卡内动脉 但是是中脂啊 是前干中脂 所以选C 子宫动脉呢 也是来自于卡内动脉 只不过来什么呢 前干分脂 软条动脉呢 前面题做好了 后边的这几个题呢 就是一个强化 所以我们选C BA 这个图呢 刚刚已经 已经认识到了 好 你再看啊 当外音部发生炎症的时候 啊 最容易形成囊脉的 因为前庭大 前庭大线呢 它的线管比较细啊 比较细长 所以呢 有关区 细有关区 所以容易形成囊脉 是不是指的是前庭大线 所以选E啊 外音部受伤的时候 容易形成血宠的部位呢 是大音唇 是吧 是大音唇 所以选A 好 那么再看 又是考盆底机啊 只不过呢 有变力的方法 覆盖前庭球和前庭大线 向后 与钢门外科技相互交叉混合 向前经营到两侧 在营到两侧的 而且盖着前庭球和前庭大线的 向前经营到两侧 最后呢 终止于阴地海绵体的根部的 而且它收缩的是收紧阴道的 是什么肌肉啊 是我们刚才讲的 是不是叫求海绵体机 也俗称为阴道科学机 是吧 好 从两侧坐过肌内侧的 内侧面中线汇合与中心件的 从内侧向中心件汇合的 是不是会阴的潜衡机 是吧 其至于坐骨阶结 中至于阴地脚的下面 如果我们来画这是一个坐骨阶结 坐骨阶内侧 中至于阴地脚下面呢 是不是叫做什么肌肉啊 是不是叫做 坐骨海绵体机 因为为什么叫海绵体啊 因为它的收索压迫呢 阴地海绵体的根部 可以参与阴地的勃起 所以叫阴地勃起机 这是哪一个 是不是坐骨海绵体机 那么刚才讲的 从坐骨阶内侧发出来 然后怎么样 向中线汇合 最后终止于会阴中心件的 这两条肌肉 是不是所谓的会阴潜衡机 好 所以选C 因此答案呢 我们应该选的是BCA 这是我们看到了 这是收紧的时候 能够收缩阴道的 是不是叫做 球海绵体机 覆盖在球海 前庭球和前庭大线的表面 好 那么再看 这是坐骨海绵体机 这是我们所说的 会阴潜衡机 会阴潜衡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